官方调查,苹果华人工程师开特斯拉遇难时或在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的调查发现 2018年3月份驾驶特斯拉Model X在美国加州山景城遇难的苹果软件工程师黄伟伦·Walter Huang 事发前就曾报告过特斯拉司机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存在问题 Driver Complaint of Autopilot Issue Before Fatal Tesla Crash NTSB HTTPS 双鞋-t.co-wmpdnxfxpick.twitter.com-rc-t-m-d-s 分号地址符Fabio Lucie V地址符 2020年2月12号当时 38岁的黄伟伦驾驶着Model X以112公里的时速行驶 并启动了AutoPilot 汽车撞上了中间隔离栏后发生起火 黄伟伦在车祸中遇难 NTSB表示黄伟伦在之前的驾驶中就曾报告过 AutoPilot将方向盘转向高速公路坡道和车道之间的区域实存在问题 来自车辆的数据显示 在之前的行程中 黄伟伦在AutoPilot转向该区域后采取了纠正措施 NTSB发现 黄伟伦的手在事故发生前最后6秒没有放在方向盘上 也没有任何刹车或规避动作的迹象 NTSB还发现司机在旅途中使用智能手机的证据 并计划在2月25日举行听证会以确定事故的可能原因 特斯拉没有立即置评 特斯拉车主们表示 他们在使用AutoPilot时可以避免长时间手握方向盘 但该公司建议车主在使用该系统时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并集中注意力 在黄伟伦的案例上 最后18分钟AutoPilot接管汽车过程中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系统没有检测到黄伟伦的手放在方向盘上 系统曾发出了两次视觉警报 提醒他的手不要离开方向盘 NTSB称 黄伟伦在旅行期间一直在使用苹果iPhone 行车记录显示有数据传输的证据 在苹果的帮助下恢复的日志表明 黄伟伦在旅行期间 一款名为三国的造字游戏应用程序处于激活状态 NTSB表示 大部分玩家双手握持设备和打游戏 但日志数据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 来确定黄伟伦在车祸发生时是否双手握持手机 也不知道他在如何玩游戏 NTSB在调查佛罗里达州和加州的两起致命事故后 曾批评特斯拉的AutoPilot 称该系统设计允许司机脱离驾驶任务 NTSB还公布了2019年3月 在佛罗里达州德尔雷海滩 Derry Beach发生的第三起 涉及AutoPilot致命事故的调查文件 NTSB称 那位特斯拉Model 3司机 在撞上半挂卡车之前没有做出反应 文件显示 在最后8秒内 没有证据表明司机的手放在方向盘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